已经包围网了 这波喷塔正好是在麦田之上 Nolix出手 被他倒了 人家又倒一个 漂亮 这波很快速的一波出枪啊 这也真的能理解啊 这不识点这个 别的招手他真打不过 加油站里面看了一眼 哎呀 这波转移速就掉了 快撤快撤 他走不了 对不对 哇又被打 又是琪琪打的 琪琪今天手感真的不错 前面打架的时候发挥也不错 对 时琪转移的时候第二两人 剩下的 自己走的路线会不一样 包括你 选择这个跳点周边的一些队伍的 他的一个节奏习惯 对于原住民的理解 就是他没有来过这 林树上车的时候被巴斯林斯遛了 但有队友在旁边养货啊 龙将军 不知道天霸要不要有人 行伤 迷你去点 走不了了 这肯定走不了了 哎 但好正好越进了到了一个反脱 哎呦 又留下一个 今天车上抽把的这个准率很高啊 这是他们的风格 这这的确他们这个556枪线很精准 是的 欧美选手 停 肉包铁就打成了大残 但是M-Hack的远处 这边是Lucky的强险啊 进点又顶掉了一个 这边Danava 能出手风烟 先拉一手队友 呃 Suncissor外围进点的人是倒了 这样服 一个补枪 看 Enonix出手 现在倒了 这这个雷感觉 Loki要没了 还是被补掉了 正面二打二 又被炸倒了一个 看Enonix能不能顶得住了 在前压找机会 看到了 又打了一个 这个个人能力 先救人 但是对方的话 Suncissor那边已经 用了这么多烟雾弹了 兄弟还有雷 是不是全浮起来了 啊浮起来了 经典是一个四打二 那这就不好说了呀 是的 Tainan的话出手将Enonix放倒 你就剩最后一个 SOR了 ZOR直接逆向四围 反向跑圈 往坦克的方向去绕 这边一通反而 反而是让Suncissor有点茫然啊 这个近点排了一下没人 人呢 是的 但唯一好处是 哇这个雷 这边好吃雷 而且还有高点的这个视野优势 ZOR辛勤的侧面有人出枪 SALUTE也待不了多久了 被锁定了 SALUTE没了 SALUTE这边一个人去玩 DANAMA这两局有点力 SQ也在差点 SQ这个方向是不是想去四川楼啊 半山腰上吧 半山腰啊 这个半山腰 选择了枪桶的位置 把他们都接住 相遇啊一瞬之间 互倒一个 又倒了一个 是的 三打一 三打一 先确定没了没了 直接被融化 ADER的一个 旋边有NEW HAPPY 还有FAYZ 是在南侧的一个位置 SALUTE这一波往圈内去扎 路上是被 这样其实FAYZ也可以轻疼 因为这边 哎呀 刚落地古斯塔夫的枪线就 抽过来了 FAYZ在这里待了已经很久了 周边没有什么信息啊 这突然来俩人肯定想办法清雕 就等他过来送了 对 他这个车的角度架的不对 比较靠近 逐送点位 是 他这步想一步到位 这个 年轻小子就被补了 这波PTG打得很稳啊 他并没有拉出来对这个平台 一步的这个 TESMAT房区被切走 就好一点 现在划处你会尴尬一点 要等这个圈形熬过之后再输 L的话再 那现在角色互换了呀 北边FAYZ是防守方 对 他已经倒了 被小海双狙狙倒 是 小海 这时候一个对方要开始 拉着过来 漂亮 这个雷 这个雷的提前量 打气层 这波很迅速的放到了三个人 还是最后一个 学到了 能拿到赛区冠军有原因的 是的 他这个你看 对方一动车 他马上捏了一个 就是没有捏的雷 嗯 一听到动车的声音 预判守雷 对 原地起飞 可以 趴在第五层 是的 还剩一个在反坡 回头还把光头哥给拴了 地外虽然少的人啊 但他们这个拉扯的角度 确实让天霸很难受 天霸一直在导人 就这两个圈是太 就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对的 夹击的一个枪线 周皮炎是先接车接到正南 但自己的跑位很危险啊 哎 补枪放到 发现也刚刚到 是的 视线上的话 JS有个高打低的优势 还比较往前在顶 换神已经是到了反坡的近点 脸上是有烟线的遮挡 从侧椅拉开 看队友的 又有跟上啊 这一波看一下技能出向 男的出手 溜倒了 还能打 漂亮这波 溜倒一个 很迅速 救起来了 救起来的话 三打二 这就是New Happy啊 就每一个人到位以后气势都很足 直接前压 侵略线很强 换神这个位置 听到了脚步声 也知道对手把人拉起来 确定是两个 对 等待队友把周皮炎扶起来 是的 打得稳一点 好 明明那个侧身没被好 赶紧打血 近点换神要顶一顶 来了 但又起了一颗烟 周皮炎那边也救起来了 那四个人可以协同一下往前推了 那有队友的一个补强的话 近点应该是很快能处理的 就说这难了 这爆点爆不明白的 是的 哪里都是人 脸上一万个人 我俩一个 我俩一个 我们脸上 都有人 开车 在过程中 被4M连接两人 想要到这个反坡打 没什么机会 最终撞了进去 说他其实前面会更好轻一点了 对 其实过点的这个反坡 就被轻的差不多了 永远这个山头打得很漂亮 目前还是一个满边 接下来费子想要去找问题了 对 因为往东边走的话 会有一个下斜坡 下斜坡不太好走 对的 会被费子架着 西边的话 现在天霸还没有去看他 还有机会下 这样外围的牵制 会让中间的 PTG没有什么太大压力 当然最好的结果就是 FM现在费子不来招惹FM FM直接贴这个 小北很难玩 跟Sager一枪 还是被扫车扫下来的第七名 Kharry是击倒了Summer Summer的位置 有一种围攻光明顶的感觉 对 但是中边的队伍要互相消耗 对 大家谁也不会对防区现在想 就是想办法动手 大家都在规 FM和New Happy都还在场上 而且编制都还不错 这个New Happy的位置 New Happy的位置还是 你看就是天霸 就把天霸顶过来 天霸一顶过来 New Happy的位置就踩不住了一点 琪琪打了两个 应该是 琪琪现在状态确实好 单局已经拿到七个淘汰 是的 手感爆炸 还有一个人头被K了 阿卡德整体的南部战场 清理干净 是的 那么北部战场还在剧当中 天霸和FM也没有进出雷的结果 这边 Kharry倒在Summer的手雷 将Long Screen给直接炸到 两边变成一个二打二的一个互打 从位置上来看 从这个底波凝湿位置拉开 Summer这个雷好像 走向很不错 也能补掉 还炸了七七一些血量 对 Summer还有雷 刚才12给他丢了很多 看到林输的位置了 应该 扔得很准 哇Summer的雷再次立功啊 Summer Summer 还能把人扶起来 那还能保持一个三人满边 是不是还有机会 而且在封血烟雾弹 看12能不能领得住 哎呀 阿卡德这一侧的出手 Summer倒了 就在门口的一个位置 哇 他这个 拿这个地方当碉堡 确实是这样一个感觉 好 但是旺仔秒了一个 这次看到导人信息也在前压了 PTG想去反清 到了刚才旺仔的一个脚步声 哎 听到声音了 直接拿喷子过来去清点 Kharry的出手 旺仔也倒了 竟然还剩最后一个 12也是贴到刚刚同样的一个位置 但是对方是一把喷子呀 喷子没什么机会 而且人也救起来有测身机会 漂亮这一波 金宝抓到了 金宝又是一个人冲到了最前方 这波甘拉没问题 这波甘拉转了 这他我觉得是唯一的变数 如果说这个地方 他能够顺秒的话 哎 也没了 那金宝这波出手又 挨的也没了 那剩最后一个411了 没问题 打局一钉啊 哎 这可雷炸到了金宝 补不到 补不到 是的 恭喜啊 费